我離開一劇了兩個星期 去了做中國新歌星 嗯 那兩個星期回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導演不再愛我了 吃醋了 直接說 就是我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我聽力不倒好 做的都不行 所以有 是後來我忍不住拉著他 他都 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那我就一路 我一路講一路哭了自己 給多一點 attention 永浩 我就榮浩 我要給多一點信心 他是新人來的 對呀 那他見到我經常笑他做就 一邊要求他做 那他就變成那個想了一邊 是的 傻子來的 對呀 既然是這樣說 我需要不需要在我們 那麼多朋友面前的話 大家吃一口吧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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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三人首次拍戲拍到哭了嗎 不是 拍鏡頭以外 你說的 是啊 鏡頭以外 都是的 是啊 對呀 吃醋 哈哈 真的吃醋 是啊 真的的 真的 會很嚇人力嗎 是不是懷疑自己做得不夠 懷疑 懷疑不是 懷疑自己 是的 懷疑自己 不是 不是 就是 為什麼是 我做什麼都不討好 就是這樣 一天的 那一下 不過是累積回來的 就是我走了之後 是的 或者可能年紀大了 就是那晚戚測也有說 就是年紀大了 感性一點的人 是會這樣的 也好啊 後來我也有跟榮浩說回來的 有跟其他演員 因為 因為那天有點 odd的 很尷尬的 就是我忽然間 人家不知道什麼事 所有的crew 幾十人 那忽然間自己 導演 導演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就是好像 大家想什麼時候 我好滴滴 是會忽然間 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就 後來都跟郭坤 阿 阿師兄 他們全部都說回了 我 我就簡直 喜歡到不得了 就是 不是 因為這麼投入 原來我知道我演員 我的好朋友 這麼投入 在那個 那個角色 或者那件事裡面 那 對我後面的拍攝 我再 我會再加多幾千玉筋 那些 Eason是欠重哭 鏡頭的 就是說 阿督導演不疼他 就是 覺得自己失寵嗎 不會 通常 通常導演是 因為疼你才要 要逼到你哭 就是 給很多方法 逼到你 其實可能是 因為導演一定是 覺得你還有很多空間 很多很多 潛質 要將他插乾你為止 那當然你承受到 可能情緒會好些 那那個 情緒 未必太太 插得緊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點 所謂他的 覺得 逼到他 逼到他哭 對不對 剛才我都說 你好像 又回來了 電影 因為其實很多年 我都沒有看他的演出 除了剛剛 前一點的擺道船 是不是 擺道仁 到現在 其實我為什麼 這次特意來 覺得 又回來了 這樣 都希望他 如何這次被導演 插到他 個人名字 unfold 第一 一 二 二 一